人類有歷史以來 大多是居住在鄉村 直到工業革命後 人們才開始往都市集中 而產生了都市化的現象 由於短時間內增加大量的人口 住宅、公共設施、甚至就業機會 都難以供應爆發性的增長需求 往往造成高密度的建築與人口集中 而產生嚴重的環境惡化與都市治理問題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19世紀末歐洲幾位城市學家 相繼提出的都市公園、花園城市等理念 認為應該結合都市與鄉村的優點 同時避免兩者的缺點 創造出理想的城鎮 這個理念迅速地從英國傳遍全球 獲得廣大的支持 甚至在1909年 英國政府制定相關法案 認為規劃出一個移居、理想的生活環境 是政府的責任 花園城市具體是這樣規劃的 在低密度人口的環境下 城市以同心圓圖案向外擴張 有大量的公園、綠地與寬敞的連鷹大道 當然房子也不是擁擠的公寓 而是獨棟的別墅 台灣叫做透天 是一個不那麼緊繃 沒有壓力的健康城市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各國配合戰後重建 花園城市如雨後春筍般 在歐美各地建立了起來 如最早英國的萊奇沃斯 紐約的新羅謝爾 洛杉磯的格林村等 甚至後來傳播到了亞洲、非洲各地 例如東京的田園調布 香港的九龍塘 以色列的特拉維夫和台灣的永和 都是以花園城市為概念 打造了新市政 咦?怎麼有怪怪的東西混在裡面? 田園調布是花園城市我知道啦 但台灣的永和也算是嗎? 沒錯 台灣的永和也是以花園城市的概念打造 不過它是裡面學歪的 台灣在清朝統治時 就是塊胡黑黑之地 清政府根本無心治理這塊花歪之地 缺乏有系統完整的規劃 反正就隨便吧 你只要不造反 不要給外國人拿走 就阿彌陀佛了 直到日本人來之後 看到髒亂的城市規劃 不 應該說根本沒有規劃 嚇了一大跳 隨即著手打造現代化的城市 例如大規模的公共衛生建設 以及管制家屋 像是引進自來水系統 不能潤蓋房子等 台灣才稍微脫離了胡胡黑黑 1937年進一步實施 台灣都市計畫令 奠定了台灣現代化都市計畫的框架 但隨著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日本人戰敗而停止 之後國民政府在內戰中失利 退守台灣 前後近120萬居民潛入台灣 當時的外省居民主要集中在台北市 為了減輕台北市的負擔 政府將人口大量遷移到一合資格的永和 並在1955年公告了新的都市計畫 以前面說的花園城市為理念 企圖打造一個綠地盎然 人口不多的花園城市 然而肆雨認為 依照花園城市的理念 區區5.7平方公里的永和 河市人口應該是7600人 但永和現在卻高達22萬人 因為那時國民政府將台灣 視為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 對於外省居民的安置上 並沒有長期居住的打算 反正馬上就要打回大陸了 你們就隨便住吧 於是永和極盡了超出計畫的人口 應運而成的就是大量便宜 外觀醜陋 但可以容納很多人 方方正正的公寓 反正居民只求有睡覺的地方 而地主也樂得蓋更多的房子來賣 雖然大家都喜歡綠地 但喜歡的是別人家的綠地 你要把我家變成綠地 我一定跟你拚命 在這種氛圍下 沒人想把土地變成公園 都想蓋房子發大財 政府也缺乏魄力與執行力 只好把公共用地 原先規劃的公園綠地 變成學校或是住宅 我們先來看最初的規劃圖 依照花園城市的理念 永和擁有7個大型公園 但在一陣亂稿下 原本規劃了7個公園 只剩下1.5個 2號公園一半變成了福兒國中 一半變成了住宅 3號公園一半變成了施工所 另一半也成了住宅 5號公園一半成了秀朗國小 一半變成了住宅 6號7號公園 則是全部變成了住宅 而1號公園保留了一半 變成了仁愛公園 在永和的邊垂地區 另一半變成了永平高中與住宅 而唯一保留的叫做4號公園 因為1958年 永和脫離了中和而獨立 剛好4號公園也跟著畫給了中和 而得以幸存 所以字面上 永和22萬人口 只有一座公園 就算把被永和三面包圍的4號公園畫進去 永和人享受到的綠歷真的不多 不要說花園城市了 說是水泥城市還差不多 原本規劃的靈鹰大盜 取而代之的是密密麻麻 雜亂無章的巷弄 加上複雜又沒規則的路名 大家對於永和的印象就是 路小 車多 人多 擁擠 巷弄雜亂 房屋老舊 路永遠不直 簡單說就是又擠又亂 中永和的路名更是亂的出名 像是中和有永和路 也有中和路 永和也有中和路和永和路 相似模擬兩棵的路名 加上彎彎曲曲的巷弄 在外人眼裡 就是百慕達三角洲 進去就難以出來 永和立台北只有一橋之隔 原本滿手好牌 怎麼會到這部田地呢 只能說當時的國民黨空有計劃 卻沒有執行能力 中央的都市計劃官員 有西方都市計劃的概念 但地方的執行端 卻沒有相對應的執行能力 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 中央也任由地方官員二稿 隨意廢除原有的花園城市計劃 毫無管制讓大量人口湧入 在長期獨裁的年代 下方的民意無法上達 加上官員們滿腦子就是反攻大陸 自然不可能建設好台灣 就算之後有了民主選舉 永和長期以來一黨獨大 讓官員們自我感覺良好 使永和的發展停滯不前 生活品質不佳 才造成永和這種怪異現象 而永和其實也是台灣都市發展的縮影 最終的就是永和的 哈囉大家好 我們剛剛看完永和的影片 點出很多永和的問題 但這並沒有提出解決的辦法 因此我們請到一個 專門解決永和問題的人 我們的立委候選人 蔡慕麟 嗨大家好 為什麼要選舉 就是要選賢與能 選出一個能解決地方上問題的人 那麼請我跟各位自我介紹一下 嗨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第九選區 也就是永和跟中和秀安區的立委候選人 蔡慕麟 那我是登記第三號 在這邊我跟我的競爭對手 年齡差距非常大 那他在這邊 擔任公職已經30年 他從我3歲開始在這邊擔任公職 所以我提出很多證件 基本上就是希望能夠 在永和既有的一個結構之下 我們能夠提出一些可行 而且跟中央的證件方向一致的措施 我一共提出了10個 那希望有時間跟大家可以好好聊 這邊是全台灣綠色陣營最艱困的選區 看一下後面這些老舊的房屋 這其實是個公園 我們這公園你們看得出來嗎 其實你們看不出來這公園吧 他曾經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密集的地方 現在也還排第三 因為人口的關係啊 他事實上都市的規劃都非常的擁擠 壓迫感非常重 像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公園呢 他是在一個地級資料 跟這個使用的用途上面 扭曲之下擠出來的一個小小的空間 但我們現在看到這些道路這塊可能會是公園用地 旁邊可能是道路用地 在一邊可能是公部門的用地 這是一個永和長期以來被擱置的問題 那因為永和他人口密集 但是綠地空間又少 各位知道這個永和跟中和交界這邊有一個 四號公園嗎 對對對 其實四號公園為什麼叫四號 就是有一號二號三號嘛 全部被移坐他用 所以人口密集以外 居住品質其實也是 非常非常的嚴重的問題 經過統計 平均一位永和這邊的居民呢 他分配到的綠地空間 一張報紙還要小 非常非常擁擠的一個空間 我們在2014年 一共有14塊 公有的閒置土地 那我們在這個空間當中 要做的不只是把公有的閒置土地釋出 還要做一個通盤式的考量 政見當中提出很多 除了綠地以外 我們還有污水下水道 智慧電網綠能節能 整體的跨部會這樣子一個方向 讓永和可以直接偷台換 地方和中央 有個良好的勾頭管道 沒錯 那如果是另外一個對手 就比較難以勾頭 對 加上還有很多包袱在 很難以大刀闊斧的去改革 如果說這塊地要徵收還是怎麼樣 那有人請他 然後最後就不了了之 為什麼公園會變成住宅去或是學校 因為無法徵召那個私人土地 他不給你徵召 所以就變成現在這種情況 永和就是一個居住的地方 但不是一個適合生活的地方 非常可惜 永和其實有很好的藝文的氣息 像我們這條街旁邊 雖然不通啦 因為這很多都是史項 在過去一條街 就是我們的陽山狼美術館 永和這邊 居民的教育水準都很高 數值很高 其實很高 我覺得這樣一個不公平的待遇 一樣是新北市民來說 我覺得對永和人 跟對三峽 土城 林口 甚至新版特區 或者是現在的三重 其實也都突飛猛進的發展 其實我覺得這樣是一個 很不公平的狀態 隔壁的鄰居 就是長期一黨獨大 但是就是在2016年是 翻轉過來 所以不一定說我們永和沒有機會 就是看有沒有個改變的機會而已 年輕人如果站出來的話 什麼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哈囉大家好我們現在來到 是永和黃河西路是不是 為什麼 會有這個地方呢 當初 國民黨在 撤退 大成島 大成島是一個地方 撤退來台灣 國民黨就把它安置在這個地方 就是毫無規劃 怎麼會安置在 河邊 河邊有可能會淹水 那時候沒有提防 然後這邊 環境不太好 很吵 你知道嗎 沒有一個完善的 合理的規劃 居住在這裡的居民生活品質不佳 台灣台北很多這種老舊社區的問題 有什麼 辦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永和啊 永和在新北市來說 他平均屋齡 34歲 是全新北市最老的 同時呢 他超過50年屋齡的這樣的一個 戶數 有4600多戶 你看我們現在在錄影的時候 旁邊的那個 摩托車啊 汽車的聲音 幾乎讓我們很難去對話 但是這邊是睡覺的地方 耶 住久一定會很難受 你看像阿伯他的 臥房就警鈴的這樣的一個聲音 然後再加上 冬天呢 這個氣溫啊 或者是風啊 居住品質真的是很差的 政府一直在講一直在講 尤其跟這邊當地的居民一直用 都更啊 未來一個新生活的方式去 給他們很多很多願景 現在蔡政府其實 實際上落實的 林權加賴清德 他們兩位 聯手了把都更三法 修訂之後 包括了都更條例 危險老建築條例 還有住都中心 他有一個 實際的專責單位 去做這樣的工作 除了中央政府的法令 跟規定能夠完整之後 我們還有一個落地的方向 譬如說 喔真的很早 他應該要有一個 規劃師跟 諮詢站的 這樣的一個建制 那這些阿伯啊 阿伯啊 他們對 蘇根到底 規定是什麼 住宅的法令是什麼 他們完全沒有概念 但是 他們都會 希望換新房子 比較一個 心願啦 在未來 中央完整之後 地方一定要有配合的 專責單位 新北市政府 他的Loading 已經確實很大了 我們要怎麼樣讓 中央跟地方能夠有一個 完整的諮詢站 能夠有個規劃師幫助居民去了解到 他到底可以怎麼樣去規劃 他未來的這個方向 評述跟樓層要怎麼安排 都要有完整的規劃 好 走吧 哈囉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 樂華夜市旁邊 可以看一下我們是不是 微塵很多 其實 這個就是 人太多 地太小 這也不能怪民眾 因為這是 政策上的失誤 是 機車 不只是永和的問題 全台灣都有 類似的問題 但我們要怎麼 有效的解決 停車問題 因為永和 他現在我們計算起來 大概是八個人 分一個車位 所以其實有七台車 他有很高很高 微停的風險 因為其實政府 他已經有編一個 叫做前瞻基礎建設 永和這邊有分到 我記得是一個 立體跟地下停車場的計劃 當然這不夠 現在的立委 他因為黨派的關係 他就擋住了這個預算 應該要有的 停車空間就不夠 本來就不夠了 然後現在連已經編的預算 都沒有 執行下來 如果2月1號可以上任的話 14個公有的閒置土地 要趕快釋出來 把短期的停車空間 可以有辦法去強化他 但是最大的問題 其實是因為 永和他過去被設計成花園城市 這個土地使用的問題呀 有些是 私人土地 有些是規劃成綠地 有些是規劃成建築用地 然後搞了半天 亂七八糟 整個就是一個 被炸彈炸過一樣的狀況 會很混亂呀 第一個 坦白說 我一個建商都不認識 土地開發商 我什麼都不認識 我能夠正常的 發揮立保委員該做的事情 我的任期如果是4年 我4年 我可以做一些 過去30年做不到的事 原本有包袱嗎 對 永和地最貴 結果生活品質 這樣子 真的很不公平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走走 我們一般有什麼職責嗎 一般來說我們會說里長 議員到立保委員 他是三級的 我們的保母就是里長嘛 水溝啊 路燈啊 一定找里長 那議員呢 議員是分什麼城市 不管是縣市議員都好 你都是在監督市政的 譬如說地方政府 可以有的職權 要來做一些地方的建設 但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我們還有一個名義代表 是投個立保委員 他除了關心國政 關心國家安全 關心行政院裡面 所有的部會的政策以外 他還有一個事情是 他必須要代表他的選區 去在中央政府全國性的 去爭取自己的預算 跟修法的方向 但是很可惜是 永和這邊呢 我們選出的 新北市議員 分到三級 但是 各位知道嗎 我們永和多了一級議員 然後每個里呢 又多了一個里長 這個就是我們的立保委員 他每天都在做里長的工作 每天都做到議員的工作 可是 我們的立保委員 應該在國會裡面幫我們 問證 監督預算 修法 然後制定很多很多的規定 這些工作他都不做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不要因為我是民進黨的投給我 也不要因為他是國民黨的投給他 永和需要什麼樣的立法委員 如果你覺得是他 你就投給他 如果你覺得應該是我 我們就選出一個正常的立法委員 我的想法就這麼簡單 就是 珍惜你們手中的選票 那我這樣子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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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us ва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